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君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 专心和催眠的关系 在上一次的讲次我们有讲到分心 这一次我们要讲专心 那么很多人会说 我没有分心就是专心了 是这样子吗 那么我们就不用分两个主题了 各位想一想专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都说我要专心,我要专心,我要专心 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到专心 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很简单的一点 慧君今天就要告诉大家 当你在想我要专心的时候 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定义过 就是我要专心做什么 如果你没有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义说 我要专心去做哪一件事 你只有一直跟自己说 我要专心,我要专心,我要专心 然后呢,就没有后面的东西了 所以当我们要说我要专心的时候 麻烦你告诉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我要专心做什么 比如说,慧君所在的地方 这一整个礼拜都吃素 那我就要说,嗯,我要专心找出 全南投最好吃的素食餐厅在哪里 于是我就可以上网Google 嗯,素食 所以我就专心的去找一个特定的点 所以就像我们在Google引擎搜索 一样,如果你可以把焦点聚焦 你就可以专心 所以许多人在没有办法专心的同时 他其实就是想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他才会让自己的目标分散 因此他专心程度才会降低 小编打了一句话叫做 除了目标外,要定时间吗? 如果你做的事情是有时间性的 比如说,我今天下午一定要完成什么东西 我晚上的会议才可以执行 那么的话,你就一定要定时间 否则你就会出贼,对吗? 所以,如果我们有目标之外 我们一定要定出时间 比如说,小编每次在吹我的稿件的时候 他就会说,下个礼拜 记得要交大纲给我 这样,我就会知道 在下个礼拜一 我就要丢给他大纲 所以,在礼拜一之前 我就要说,我要专心 今天我要专心的把大纲做完 这样,就是我们很重要的 专心的一点 就是锁定特定的单字 锁定特定的目标之外 在订定你要完成的时间 这样子,你就有办法专心 很多家长在问说 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很专心 这跟催眠有关系吗? 我可不可以用催眠让他更专心? 同样我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让他专心做什么? 他说,每件事啊 可是,你在讲每件事的时候就很吊诡啦 你每件事都要专心 那就你每件事都没有办法专心啦,不是吗?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告诉这个孩子 或者要告诉这个家长 我很想告诉你们一句话就是 该做什么事情,让他做什么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该放松要放松 如果你一直都是很专注的在做一些事情 那么你可能会费寝忘食 比如说牛顿可能会忘了吃饭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做一些 我们很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真的就是会忘记去吃饭 忘记去睡觉 忘记去blah blah blah 很多人追韩剧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形 对吗? 很多人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形 不是吗? 所以你可以 因此,如果我们要专心的做好一件事情 其实,里面有快乐的元素是很重要的 如果做这一件事情你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那么你就会很专心的把它做完 对 如果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非常的开心 那么你就有办法专心的做完 你在开心的状态之下你是放松的 你的心情放松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心情放松的时候 我们反而可以更专注更专心 有人说我在冥想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打坐的时候会非常的专心 没错,但是一开始有人在练打坐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好好的专心 因为他没有让自己的脑子脑波处于一个平静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有做过这些练习 我非常非常的鼓励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做一些静心或者做一些 迷想打坐的练习 这样可以让你的脑波时常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要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开心 你要专心的时候你也可以很专心 那么你要同时开心又专心 那样子也是可以的 这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叫做练习 我们的专注度也是需要练习的 在我们集中注意力想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需要有背景的知识跟经验 如果你没有背景的知识 你就算再怎么专心 你没有办法完成那一件事情 因此很多人在要求新人说 你专心一点你怎么不会做这件事 那么我们要考虑到 他是不是没有这个背景知识 那么我们要先给他背景知识 很多学生在问说 我好像都听不懂所以没有办法专心 这里讲到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听不懂 所以他背景知识并不够 背景知识不够的话 我们一定要给他很简单很简单的 从头开始的基础 这样他才可以慢慢慢慢的往前进步 讲到这边 大家可以把今天专心归纳为几个重点 第一个 如果你不想被其他东西打扰的话 那么你就要设定你的环境 这是在上一次分析的时候有讲到 今天就不再多提 第二个 就是你要集中注意力 在某一个你特定想要完成的东西 你要锁定一个名词或一个事件 第三个就是你适度的放松 你才能够更专心 更专注的去做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四个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背景知识要足够 你才有办法能够专注 今天直播非常快速的讲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 我们会在下一次的直播 回答您对催眠的疑问 今天直播到这边 拜拜